男人将一块块鲜肉丢进海里 这样就能引来远处的鲨鱼 就在刚刚 阿伟决定近距离观察一下鲨鱼 可是穿上潜水装备的他 突然有点后悔了 他开始变得紧张 一旁的教练让他不要害怕 因为会有一名向导陪着他 教练再次叮嘱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离开这个笼子 准备好一切后 阿伟开始进入铁笼 可刚下去 阿伟就因紧张摔了一跤 随着机器启动 铁笼开始缓缓下降 为了他们的安全 只会下降到20英尺的深度 听到远处传来了鲨鱼的声音 阿伟开始变得害怕 他不停地环顾四周 突然他定睛一看 一条鲨鱼正在向他们游来 阿伟当场就被吓坏了 他没有注意到 这只是一条海豚 有深海恐惧症的阿伟 直接打开了铁笼 一旁的向导在拼命地制止他 可突然 由于阿伟的拉扯 铁笼上的钩子瞬间脱落 看到钩子弹了上来 教练也一下紧张了起来 很快 铁笼就沉到了海底 向导尝试安抚他的情绪 可阿伟根本听不进去 直接给了他一拳 然后按下按钮 从海底迅速扶了上来 看到这一幕的教练 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消防员很快来到现场 教练告诉他们 刚才阿伟下降到了100英尺的深度 强大的压力 直接挤爆了眼睛里的血管 他的脉搏非常的微弱 耳膜也出现了破裂 他们先把阿伟弄醒 然后开始给他输送氧气 此刻的他患有严重的减压病 队长紧急呼叫空中支援 可是空中救援队正在运送伤者 需要15分钟后才能赶来 很显然 阿伟撑不了那么久 他们以下陷入了困境 一旁的女队员提议 重新将阿伟放进水里 但是这样风险太高 当场就被队长否决了 他们只能想其他方法 这时他又想到 可以在现场迅速建一个治疗室 说干就干 他们迅速来到一个冷库 这里不仅密封条件好 更有丰富的压缩气体 供他们使用 他们先是关掉里面的电源 然后关上冷库的大门 紧接着开始在盟上转孔 将气罐塞了进去 然后将洞口封死 其余队员打开气阀 开始给里面加压 里面的阿伟很快就有了反应 现在冷库里 已经有了水下100英尺的压力 外面的队员开始给里面降压 经过他们的努力 阿伟的肿胀开始消退 血压也已经稳定 听到这些 教练也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从业这么多年 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阿伟说他其实非常恐惧鲨鱼 而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克服心中的恐惧 正所谓越害怕什么 就越要勇敢的去面对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超越自我